主要是要把那个就是 这个是上个 上次上课的那个 就是说 第一个是把那个函数部分做出来 函数部分的话呢 是包含总共会有三个 重要的函数 第一个是FINE 那FINE的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从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那个文字类里面的函数 那顾名思义了 里面的话 你假设要寻找是钱瓜糊的话 那如果找钱瓜糊 你就跟他讲说 我要找的是钱瓜糊 然后去哪边找 然后第三个参数 其实这边可以空白 因为他第三个参数是 star number 意思就是说 从哪个字开始的意思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假设 你没有填任何东西的话 他就知道说 你从头开始找 所以其实FINE这个函数 其实你只要看得懂 上面的字面上意思 你大概就知道说怎么用 那其实未来 Excel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 你要懂得会使用函数 那Excel里面的函数呢 其实它的重要性 非常的高 因为等于是说 如果你要会用Excel 那等于是说 你第一个要先把函数 先熟悉 OK 因为里面最重要 就是利用函数解决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不会 就土法链钢 土法链钢做得出来 可以啦 只是说你小量资料还可以 但是如果你大量资料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很快的可以把事情做完 尤其是现在的资料量太大了 你看所有资料都在 这个网络都在云端 有没有 那这个资料量 你会发现 这个你随便做一个网拍好了 你看客户资料多少 对像 好像你们之前 有那个学长姐 也是到打工的时候 也有到那个电商公司上班 打工啊 然后他本来没有学这个的 他效率很差 可是他学完之后呢 他发现实在太好用了 而且老板对他就非常的赞赏 我说你怎么这个都会啊 而且别人不会 你怎么都会 因为说学校有教 他刚好可以把学校教的 用在工作上 所以他发现他还没有毕业 他其实他的收入其实就不错了 因为老板很喜欢他 OK 那当然了 这个针对技能部分呢 如果你可以提升的话 当然至少你有一期之长 OK那所以Excel里面 第一重要就是 懂得使用Excel里面的函数 OK 当然Excel里面不是只有函数而已啦 当然里面呢 如果你想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话 当然你还要学习 所谓的录制去期跟VBA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每一次假设 虽然说Excel里面函数还是蛮快的 可是你会发现 如果你每一次都还要再写一次这个公式 那其实还是要一个时间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 下一次不要再重做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动作呢 录制成聚期 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做的 就是把它录下来动作 然后让它去执行 那你会发现录下来东西呢 它会放在哪里呢 它会放在那个 这个还记得吧 记得啊 每次其他命令 这因为电脑会还原 所以记得制定功能区里面的开发人员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人员一定要把它打开 才会出现这个 那但是呢 现在好像最新的版本 预设就有开发人员的啦 OK 如果你是用最新版的话 那 但如果你现在用的不是 我们这边好像用2006 2016的样子 那不是最新就要自己把它打开 那里面的话 城市放哪里 聚集里面 我们好像录了那个瓜乎四串的这个聚集吧 那编辑一下 你会发现呢 这个城市呢 基本上就在Visual Basic 从这边切也可以啦 那一般习惯是 我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 这个画面把它放到最大 这边其实可以放大缩小 另外的话 这个字太小 你可以从工具里面选项 有一个撰写风格 可以把这个字也放大一下来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点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们可以在这个上面 再加上聚集 OK 加上注解啦 跟这样 什么叫注解 各位有没有发现 前面如果是单引号开头的 表示说呢 这个单引号开头 后面的东西 基本上呢 就不是城市的一部分 而是 你可以把它当注解 或者这样说明 比如说呢 我今天 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 那个录制的动作吧 主要三个步骤嘛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好像我记得是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上面 这个第一个动作 游标放在B2 那第一个动作 你可以在上面注解 第一个动作 游标放在 假设了 打了游标放在 B2储存格 OK 有没有 游标放这边 那底下就是 它做的动作 哪个动作 所以叫做Range B2 其实呢 这个程式的逻辑 还 我是觉得它还蛮单纯的 就是说 哪个物件 做了什么事情 有点像是我们 那个口语叙述 一个主词 然后一个动词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主词 它 它是谁 这个主词格 做了什么事呢 游标放进去 那这个动作叫 点Slate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看到这个叙述 大概知道这个意思 那第二个意思 就是说呢 我把游标放上去 还记得吧 再把游标放在 资料编辑界打勾 不过我发现 好像蛮多同学都忘了 这个动作 打勾这动作 如果没有打勾的话 你直接向下填满 那会出错 所以这个动作的话 打勾 OK 那打勾的话呢 它会帮我录下来 就是第二个动作 就是这个 这什么呢 其实后面是自己打了 后面其实 我就不打了 就是目前的这个储存格 它叫Active Sale 那这个Active Sale 指的是哪一个 Active 活动的 Sale指的是这个储存格 指的就是谁 指的就是他嘛 有没有 那个被 其实应该说 那个被选取的储存格 OK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它可以叫Range 也可以叫Sale OK 所以它其实在城市里面的叙述方法 其实跟我们口语蛮接近的 那一个 那一个被选取的储存格 里面的公式 公式就Formula 有没有 然后后面当然有R1 C1 R1 R的话就指的是列 然后C的话指的是蓝 意思是说 我以那个相对坐标 哪一个呢 这个R1 就是A 这是这个啦 R的话就第一列 的第一栏 当成是我的相对坐标 那以后的话 我公式里面所指的就是 相对于那个 就是第一个储存格的坐标 相差多少 对 后面这个叙述啦 就是一个公 就是我们之前打勾那个公式啦 OK 那看不懂没有关系 至少知道说 我们之前的那个公式 他就帮我转换了 转换就放在这边 然后呢 再来我做什么 打勾之后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意的吧 在这个空点快点两下 有没有 他就自动填满了 不过理论上应该填到下面这里才对了 OK 向下填满 再一次 如果你要填满的话 快速向下填满 这边空点点两下 它是自动填下来了 这个叫自动填满 还蛮方便的 快点两下 好 那录下来的话就叫什么呢 那个 Auto Fill 那这边又多一个 Selection 而且Selection 指的就是哪一个 指的就是这个啦 所以你会发现它其实都 同样一个东西 一直在换名称 很麻烦 很不好理解 不过它这个是它自动帮你产生的 最后的话它会帮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OK 有没有 Range 范围有没有 那叙述方法一个的话可以直接指向B2 可是如果是范围的话就是B2 起点到终点 那这个就是一个Range Range就范围 这个范围 帮我Select 不过你会发现最后一行好像多余的 所以如果假如说所以注解 所以将来请各位把那个 这个里面自己再加一下注解吧 注解 向下填满 或者是填满空点 那其实最后这一行其实好像多余的 当然你如果说觉得 这个城市如果删掉的话 那会不会是OK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行删除的话 你如果担心你可以在前面加单以后 什么意思 我这一行不要执行 有没有 那如果不执行的话效果怎么样 我先重新再一次 清楚好了 然后再执行 你会发现呢 其实没有这一行 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 那哪里不一样 他最后少选 就是没有选取那个动作而已 其实说真的要不要选不用 所以其实当然你录下来聚集 是可以再加上注解 所以待会也许 你们试着在上面自己加一项注解 一做什么动作 游标放在B2 二的话呢 就是什么 游标放在资料编辑列上打勾 有没有 然后呢 三的话就是空点 这个叫空点 向下填满 有没有 然后就是自己再把这个地方加上注解 那注解的好处就是说 将来如果你回头看这个程式的话 你比较看得懂 不然的话 假如你上面都没有加任何注解 你现在是回头看这个程式 你会发现 这我大概在做什么 有没有 比较清楚好了 清楚如果没加的话 那你会想说 这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一样的动作 清除 清除也是一样 你可以清除也是三个动作 还记得哪三个动作 一一游标放在这上面 对吗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动作是一样的 第一个 一游标放在这个B2 然后2的话是什么呢 其实我跟各位讲过一个快速组合键 如果你要整个选到最下面 就是什么 Ctrl Shift向下 不过他只选到这 我们要再一次 Ctrl Shift向下 因为没东西 我现在在执行 这两列先不要好了 干扰 OK 如果说我要把它向下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OK 那意思就是说 帮我选取范围 选到这个范围的最下面 可不可以注意一下 那个Ctrl向下 是移到最下面 移到最上面 是Ctrl向上 Ctrl键按住 有没有 如果你加一个Shift 是什么 选取 Shift是我要把 我指定的那个方向范围 帮我选起来 选起来做什么呢 最后Delete 有没有 所以其实也是一样 待会请各位 试着在这上面加 这个注解 一游标放在B2 然后2的话是什么呢 这边加一个 第二个动作 我加上那个什么呢 Ctrl 加上什么呢 Shift 然后再加向下 OK 向下 Ctrl 向下 这样子 然后就选下来了 然后呢 第三个动作 我做什么呢 第三个动作 我就是按下Delete 所以有3 那就按下Delete OK 当然你这个注解 不一定要照我自己 主要写给你自己看的 你自己习惯的 写法都OK 主要是在上面 加一些注解吧 OK 那这个也是作业的一部分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 上个礼拜的 那个录制剧期的部分 打开来 打开方式 我特别注意 再从这边 打开这个吧 然后编辑 你按编辑也可以 或者是说 从Visual Basic 里面哦 它应该会放在这个模组里面 应该是放在模组一里面 你就把它 这个Module 1 点开来 可以看到 那这个Module 1 如果它是没打开的状态 你可以怎么样 自己打开 怎么自己打开 这边点两下 才会出现了 如果不小心关掉 可以再把它打开 那质的大小 可以从工具选项里面 特别重要 质太小 这边可以再把它变更一下 那这个是上个礼拜的 去期录制部分 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接着继续来看 所以待会儿 请你把那个 去期这个 再Ctrl键按住 拖拉一下 再复制一个什么呢 一样的工作表 做什么呢 把这边改成VBA 那也就待会儿 我们要做 另外一个练习 什么练习呢 如果我不要录制的 因为这个其实是录制的 我希望呢 可以用什么 自己撰写的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OK 如果我今天想 假设 我不用录的 我是自己来写的话 那怎么做 那请各位呢 先试着把那个 刚刚讲的部分 先试着完成 完成